欢迎收看Gadget Live, 今天是第十七集 今次有我, Andrew 和 Lawrence 为大家主持节目 今天我们想讲讲香港时间今早发布了的 Samson 凌晨四点钟发布的 六十的机器 我们有同事去了美国纽约出席发布会 他第一手也订了资料回来 Angelo, 我想看看今次六十推出 其实之前都漏了很多资料 我想如果大家留意手机的新闻 都大概知道六十的基本规格 以及会有两个版本 严格来说今次是三个版本 因为一部是六十, 六十 plus, 一部是六十 plus 但是是五支版本 当然五支版本 香港就未必立即使用得到 但其实如果六十九和六十比 今次的转变你觉得大不大? 概括先讲讲分别吧 外观上比较大的背脊 背脊 上一代都是采用一些比较 你看上去的机背 是比较左右平衡的设计 今次六十就把镜头放在背脊 而正面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有微深一点 零細一点 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说六十九和年初推出的S十比 即那两个机背 即是那个镜头的摆位 主镜头摆位 反而我自己比较喜欢六十的镜头摆位 即是你会令到机背好像没有那么复杂 即是把镜头摆在一边 即是比较简洁一些 是的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你应该在镜头摆 Cross 用了屏幕解锁的技术 上一代roomane license age 9 还在机背pin那里做一个芝ants解锁 所以呢 这个刚刚有个相对不同 其实看回昨晚三星他们的发表会 他们也做了一些簡單的比较 就是其当时现场的传媒 做了一個比較就是這個69和60的分別 最主要分別就是 當然屏幕就有個分別 就是今次60就有兩個版本 就有60和60 Plus 其中60 Plus的屏幕就大一點 就是6.8吋 之前的69就是6.4吋 解像度也提升了 3040乘1440 但是那個PPI就反而 即是10%的PPI就反而沒有那麼高 就是498PPI Note 9就是516PPI 其實相差不是很遠 雖然今次的機器是大了 但是反而是輕了一點 機身都是196克 Note 9就是201克 我想最大的分別就是 一來就是鏡頭 然後今次就有三鏡頭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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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Gas Note 10 就在這個拍片裡 加了Live Focus Video功能 最主要就是 你用鏡頭 在拍片的時候 做了一個 淺景深 白光圈的效果 令到主體突出 現在我手頭上 這部就是Gas Note 10 拆開了這個Live Focus Video 即是 同孔辨識 今次其實就沒有了 比較簡單就是 有一個Finger Print 有一個人面辨識 然後其他就是 最基本的Pattern Prin Password 即是這些Android 本來本身有的 一個密碼系統 其實之前 Samsung 或者其他品牌 都試過用 同孔辨識技術 但是 來講 似乎那個 成效 或者那個安全性 其實一直受人質疑 是的 因為真的拿張照片 拍的眼睛 都已經可以破解到 那就會有些問題 是的 所以今次 比較簡單 就是 有一個 人面辨識 以及一個指紋所 那一個指紋所 就是一個屏幕指紋所 這件事反而少了 但我相信 對用家來說 沒有大影響 甚至乎 可能安心一點 是的 另外電池也大了 今次是4300mAh的電池 記憶體也多了 因為今次 其實它有兩個版本 即60 Plus有兩個版本 256GB和512GB 但是兩個版本 都是12GB RAM 如果 六九的時候 最大 6GB和8GB RAM 即128GB 用量 就是6GB RAM 512GB 用量 就是8GB RAM 今次 或一是12GB 其實這部份 升級 比較多 是的 外觀上 基本規格上 是這樣 實際功能上 有什麼分別呢 功能上 例如60 Plus 它多了一個TOF鏡頭 TOF鏡頭 除了可以做一些 景深變認 例如你拍照時 可以做到淺景深的效果 之類 其實對於AR 甚至乎 其實這部機 是加入了一個 之前Sony 都有的 就是3D scanning的功能 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我就去德國IFA 看過Sony這部機 他們就有個 3D scanning的功能 但是那時候 3D scanning 效果真的不一般 但是今次 Samsung Note 10 Plus 3D scanning的功能 真的非常好很多 我們如果有片 可以讓大家看看 對 就是示範 都是用一個 我想是一個 公仔 對著它 都是走一個圈 去拍照 對 上次 我們看Sony 那部機器的時候 這個3D scanning 它有很多位置 是掉了 即是 掃不完 例如可能 公仔兩隻手 它是掃不完 可能只是做了一個半空障 出來 如果是掃不完 但今次這個 你待會 等工作人員 示範完之後 你可以看到效果 它都很隨便地走一圈 也沒有特別去控制 對特很棒 我看到 經常都離開了那個框 沒有控制到那個 暴覆 那個時間 但它都可以掃不完 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因為我看到它一路走的時候 很多位置 都離開了那個 對焦框 是的 當然 它處理上 都需要少時間 你看到嗎 大家 其實它現在出來的效果 已經出來的3D公仔 還可以 是退了 沒有黏的 還有它拍攝的時候 都是一個 斜斜的 就是向上 而下 角度拍攝 但它掃不完之後 看到一個屁股 很神奇 很神奇 在玩這類3D掃測的時候 相信 都要把主體放在一個 比較正式的環境下 例如 在桌子 是比較正式的桌子 或者周圍的牆 都要沒有那麼多顏色 才會有更好的效果 掃測完之後 它還有動畫的效果 可以做到AR的效果 對 即是在拍照 或者做一些傳訊 這個會挺好玩的 對 其實除了這個功能之外 大家都會看到 剛才的公仔 會跟著現在的 人像動作去動 這是一個AR效果 總之你3D掃測完之後 就可以有更多的東西 可以玩到 對 這個的玩法是挺好的 我們先翻出自畫面 對 先去CAM 1 1號CAM 1 1號CAM 1 1號CAM 1 對 是否你看這些東西 被人出世界 哈哈哈哈 另外 今次其中一個 新的功能 就是支筆 其實上代LOOK9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其實支筆可以做一個自拍制 對 譬如一群人拍照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 拿著支筆 就可以按到他做自拍 是 其實挺方便的 起碼 因為以前 你按自拍 就可能按了一部機 接著很快的跑一跑 跑回去群人才可以拍照 現在不用了 放好姿勢 按個按鈕就拍照 很快很方便 但這次LOOK10 其實原來不止那麼少東西 是啊 我們也是有條片 你能不能拍照 一邊看一邊說 一邊看一邊說 這次LOOK10 基本上可以用一支筆 因為這支筆 其實裡面 就加了一個陸續的感應器 就像你玩Switch 那樣 那個手掣 那樣 它可以感應到你的動作 只要你是拍照 或者聽歌 它有幾個指定的APP 是可以支援到 這個陸續感應器的S-Pen 那時候 你就可以按著不同的動作 去控制那個APP 譬如你是拍照 那樣 你譬如可以 除了按個快門鈕 現在大家看到這條片 你可以按個快門鈕 就是拍照 你可以把那個筆 譬如順時針方向轉的時候 就是zoom in 反時針方向轉的時候 就是zoom out 另外也可以 譬如這筆 向左撥向右撥 也可以選擇拍照的模式 基本上 如果你那部相機 是離開了你的身 可能你用腳架自拍 基本上你是可以 擺定那部相機 站好位置 才去慢慢做 控制 就不止上次這樣 即是上次看久 幾乎你就要 對好位置 做好你的設定 最後你站好之後 就一二三按 但這次就是 你可以擺好之後 才慢慢去做其他事情 都可以 但你離開了一部相機 你忘了螢幕 離開了螢幕很小的時候 其實都很難看 大家看到現在的畫面 就是它可以用一支筆去轉 雖然它轉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片段上看 它是有少許延遲的 譬如你轉一個圈 它不是馬上有反應的 你轉多少才會停 這個我覺得 我想要時間去學習 如何操作 另外其實 聽歌的時候 都可以用一支S-Pen 不過聽歌 有些奇怪 因為基本上聽歌的時候 手機都會在新的 很少說手機不在新的 而你另外自己拿著一支筆 比較奇怪 但是我們看到 S-Pen的功能是多了 還有今次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 這個S-Pen 陸續的感應器 那個SDK 是開放的 除了你說 ZMSON自己可以用到這些功能之外 將來如果有些Apps的開放 是用到這個SDK 去開發他們的Apps的時候 亦都可以用到這個陸續的控制 譬如做一些遊戲 或者做一些其他 可能拍片或者其他一些 教學用途的一些Apps 亦都有機會用到這支筆 控制的功能 但是問題就是 廠商會不會只有一款型號的機會 對呀 因為現在寫Apps的 我想現在寫Apps的成本都高 無論是薪金 或者是競爭 因為Apps 你不能寫得很小 寫一個Apps的要求 現在都會越來越高 變相就是說 會不會單位一個型號的手機 去做一些特別的功能 好看的視佔率 否則的話 可能會有些作用 但是在一個技術層面上 如果開放一個陸續感應器 讓Android手機用到 其實是一個比較突破的位置 當然啦 這部機器來講 剛剛在紐約發表 其實香港接下來 應該都很快會和大家見面 到時候呢 當然Martin會為大家更詳細的講解 究竟這部機器有什麼其他的功能 對呀 可能下個星期 他回來我們就抓他 不知道到時候會不會有部機器手 但是沒有都沒關係 我想他親身玩過 我想他會更多補充 今天其實都有幾宗 我們都值得可以說的 其中一宗就是 就是Sony的RX-100 第七代 今天開始接受預訂 其實很快會有貨 因為據官方網站說 他的預訂 其實下個星期就已經可以有貨 其實我們今天也剛剛收到 他的記招發佈會的時間 就是下個星期四 下週的 有這個RX-100 的Mark 7 以及這個A7R4 的 兩部機器 當然我們相信 A7R4 應該就發佈完之後 就未必立刻有賣 但以RX-100 Mark 7 那個 今早宣佈 訂貨的詳情 應該下個星期就已經有貨 其實也有讀者問的 這次就是六代和七代 究竟之間有什麼分別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買了一個六代 我所知Martin是買了的 他第一天 在裡面發佈的 第一天 就已經是MM聲了 他說我買了很久 你就說有七代 什麼意思 去年推出六代的時候 都很震撼的 你這麼小的機器 有200mm Zoom 已經很吸引 這次所知比較特別 這次除了功能上 如果以影相來說 機械部份 跟六代沒有什麼大分別 最主要就是在連拍 連拍對焦 連拍和對焦方面 另外就是我們一直都很想有的 就是一個Mic Input的功能 沒錯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出去拍攝 或者大家在看我們去做一些直播 都很需要一些攝錄機 但是過去因為要接駁咪 很多時候有時候出去做外景拍攝 如果你要接駁咪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拿一部 比較大的機器 或者可能是E-Mine的APS-C 才有Mic Input 一直以來 就是RS-18就沒有這個Mic Input 這次就加了一個Mic Input 其實很方便 因為始終你的機器 其實已經是24-28 24-28 對24-28 大部分情況之下 我們都會照顧到的 最主要就是看看 比如閃燈 又或者是Mic Input 即是補光 補光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用外置LED燈 有一個燈架 其實也沒有大問題 但如果你的相機沒有Mic Input 就比較難處理 很多時候我們考慮的時候 就用不到RX-18 去做事 要考慮拍片的情況之下 今次就多了一個Mic Input 即是對我們做事就很方便 因為你只要這麼小的機器 就是因為它有Mic Input 所以我們就可以考慮 去放了我的部 或者是RX-II 我可以移到你 你正在用我的Mine Input 我可以移到你 我也在用MAR3 MAR3拍照是沒有問題的 但你說其他東西 經過這麼多代 其實進步都很多 真的會改進很大 很多 加起來 還有今次它這個套裝 它推出了一個特別的套裝 今早我也跟Sony那邊的市場 即是它們的市場商談過 它們這個套裝會包含什麼呢 現在你看到那段影片 那位女生正在示範 她用一支Grip 拍攝 她的套裝會有一支腳架 這個腳架其實之前也推出了 可以插進手機裡 可以控制Zoom 可以做Remo的 Remo的 七百多元 那個腳架我買了來用 其實很方便 譬如你挑照的時候 不同角度其實是挺好用的 一來 而且它本身可以當一個迷你三腳架 是的 它可以抹開了一個迷你三腳架 另外就是 因為它那個三腳架上面 已經有Zoom In Zoom Out Video 和拍照的範圍 如果譬如本身大家是用APS-C的機 或者是Full Frame的機 當然是Sony 如果你們那支鏡子 是有Power Zoom功能的話 其實用那個遙控 是可以控制到 鏡頭的Zoom In Zoom Out 是的 當然如果你的鏡子 沒有Power Zoom就不行了 是的 因為這個遙控器 是挺好用的 但是當然這次 其實它可以插咪 有咪進入 其實它沒有Hot Shoot 位 這次RSA 8 Mark 7 都沒有Hot Shoot 位 那支麥克風要怎樣下 很多時候我們就要加回鞋子 它這次送來的 它送來的 它這次 你看到Model 手上 它有支架 接著有一個麥克風 其實它會送來那一套東西 但是沒有支麥克風 但是會送多兩粒電 兩粒電 算起來很划算 它原裝有支麥克風 可以另外配的 那支麥克風就貴很多了 那支麥克風就八百多元 那支麥克風就是八百多元 我看起來好像是千多元 跟套裝八百多元 三萬六千元 是八百多元 其實我當時也有買這支麥克風 如果你有Line-in的麥克風 其實有很多麥克風可以選擇 當然有很多便宜的選擇 有便宜麥克風 有無線麥克風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基本上你買一支Rody 或者AV Media的麥克風 這兩個牌子的麥克風 其實都已經四五百元 都已經有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現在比較多人用的 如果我們出去做訪問 Rody 有一支無線麥克風 很細支 四方形那支 好像二千鬆的麥克風 一千九 那支是很好用的 因為很細小 其實都可以配合到這個來用 用Hot suit 型的位置放那支麥克風 是的 如果不用它 而用大支麥克風 是的 我要用外面的架 不是用它原裝那支麥克風 為什麼呢 因為Sony原裝那支麥克風 是用它自己的Hot suit 那個介面的 不是Line-out 當然它的麥克風有Line-out 你可以插上機的Line-out 但它的介面是用Hot suit 它最早這支麥克風 主要是配給Sony原裝 之前是配給Alpha 和DV機用的 它是AI的介面 當年我買麥克風的時候 都想過這支 但價錢真的有點貴 這支麥克風我也有用 因為是很久以前用了 但是現在麥克風的選擇 真的多了很多 以前相機用的麥克風不多 早幾年前沒有多少支 現在不同的選擇都有 但是當然來說 這部機本身細部 是方便很多的 尤其是我們經常拿器材出街的 其實很多人都質疑有個問題 因為本身RX10 sorry X100M7 或者M6 價錢已經近乎一萬元 很多人都質疑 究竟我買一部APS-C 甚至乎再多買一部Full Frame的機 都是一萬頭都可以買到 其實這部機本身有什麼好呢 真的 價錢上真的差不多 但是當你出去拍攝的時候 你會發覺其實Full Frame機 有時候都有限制 譬如是一些場景 有些場所 真的不容許你拿著這麼大部機到處走的時候 其實RX100M7或M6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尤其是我們有時候去一些電腦展 或者展覽會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人去的 如果我機細 加上它的手柄 我還可以左手拿一部相機 右手像剛才Martin拍攝60 很多時候他都是一個人去的 如果我拿一部單鏡機 首先單鏡機 我要右手拿一部相機 左手其實我很難去習慣性 去操作一部手機 或者去做其他事情 但如果RX100 即是他現在用的手柄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用左手拿一部相機 右手去操作 然後我拿一支CubeMic 其實很簡單 就可以一支工 即是One Man Band 就搞定整個採訪 但大相機很多時候 我要找多個拍拖 或者找多個同事去幫忙 而且以A72 或者A73去計算 始終連鏡子也有重量 其實真的很難單手去做事 很辛苦 尤其是你說到200mm 因為有時候200mm 在記者會 發表會 要拍攝大台的時候 我們就不夠拍攝 200mm就更好 但我是一部A7 拿著200mm 嘩 你不用 其實你要雙手 單手 不可能很穩定 拍到照片 未必拍不到 但未必很穩定 會比較辛苦 所以說輕便來說 RX-100模擬是一個很吸引的選擇 希望這個我們有機會 下個星期 如果一部機到手 都可以和大家玩一下 我想特別是說一下 那個對焦 究竟跟之前那些 RX-100系列的對焦 會不會有很大分別呢 以及連拍和快拍的表現 究竟實不實用呢 因為他聲稱很大部分的對焦功能 都是直至A9 是的 究竟一個細機來說 需不需要去到那麼機動性呢 又或者是這樣的對焦系統 對於細機來說 意義大不大呢 因為其實快拍之前 RX-100系列都出過 但之前有一點水巧 其實是視頻被採取出來的 就不是拍照 但實際上 譬如960fps那些快拍 那些可能是少用的 其實之前 就算很多RX-100用家用過 都說很少開啟的功能 其實手機就算有這類功能 也很少用的 偶爾專門去報才會用到 否則其實都是正常影像 所以今次我們都 如果到MARK7到了之後 我們都試一試 究竟實用性有多高 這個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說 另外想 最後也說一說 明天開始 這次在會展有個高級試聽展 其實每年8月都會有個高級試聽展 在會展舉行 今年就有一個活動推介 就是星期六 這次在會展 他們做了另外一間房間 製作了一個展示室 不是在他們的攤位那裏 那間房間 不會容納很多人 大概是9個人一場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聽 因為我自己 今年3月 在Iva的記者會上 已經聽過這支聲音 其實效果是 如果以聲音來說 我還沒聽過這支聲音 是由這支聲音的環繞聲 是做得那麼好 雖然是一支聲音 不需要拾污化的 那麼緊要 拾污化都沒有 就這樣放在那裏 我家裡的拾污化 我家裡的拾污化 我想知道怎樣放好 那支麥克風聲 就能聽到 那個包圍感是相當厲害的 譬如他示範了一段 在一個球賽 正常我們看 好像你說的 英超有4K球賽 他很明顯 就是用那個聲音 開了音響的效果之後 你很明顯 那個人的 你那個聽話點 很明顯是在看台位 變成在場中間 你是聽到那些歡呼聲 在四邊出來的 那真的很嚴長 這個不是我們平常聽到的ATMOS或者DTS或者IMAX那種移動感 而是聽到包圍和真實去到現場中間 其實AMBO SYNC的技術之前也有收音咪或者耳機也有做過 其實都是希望做到一個把整個環境的聲音還原出來 這次的SUNBAR也有這些技術 據我所知我們這次好像包了兩場的視頻 我覺得挺好的 所以我特別和整個社群組合談 會不會安排到一些環節給PCM讀者 因為正常每一場是十分鐘 十分鐘播放完影片就有名單 這次我特別和他安排了 星期六下午四點到五點鐘 就是一個小時 我們停止了 那個小時內我比較喜歡播放兩個半小時一場 讓來到的朋友可以詳細一些 看一場戲又再看一段時間 看其他影片又試一下 以及了解多一點這個SUNBAR的特性 以及因為這支SUNBAR 因為沒有十層樓盤 擺位是容易擺很多的 基本上放在電視下面 或者用溫暖箱在電視機下面 就完成了 你又不需要考慮 放在電視機旁邊 還是放在梳化底 不需要 希望大家可以聽聽 在PCM網上 Facebook上面 你可以找到報名的條令 如果想報名的 就快了 因為我看第一場 只有一個位置 第二場 即四點半的場 還有兩個位置 好像不像入場證 這麼簡單 對 還有很多人進去GOTO 試聽錢 是為了買一張CD 即是CD都包了給你 送了 是不是很划算 對 所以你就省了八十元 還有三個位置 如果大家有興趣 聽到想報名 就快點去PCM的Facebook 找回那條電視機 放置了頂 不用找 不是指了頂 是沉的 沉的 因為是沉的 開始沉的 因為已經有朋友報名 剛才已經上來拿票 很快 你報名後 我們會立即回覆你 回覆你之後 你就可以 這兩天我們辦公室拿好 或者星期六 我們現場有同事 會早一點去到那裡 就約你 給你票 入場 你看完這個展示機 你可以走到整個視聽展 看其他東西都可以 這個歡迎 如果有興趣報名 盡快去PCM Facebook 找回 應該是昨天的帖文 下一點數 就能找回 去報名 真的只剩下三個位置 如果要報就要快 好 今集我們Gedget Live 節目就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 我們繼續為大家 介紹更新的內容 拜拜 拜拜